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先从这个来看 先看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然后再来看那个题目 假如我们有一个空心的球 我以迪卡坐标作为参考 这个半径是R 它的表面有电荷密度连续分布 我们先看面电荷的问题 它的密度假如是均匀的 是Sigma 分布在这个表面 我们现在要求球外一点 任意一点 跟球内任意一点的电荷 也就是说要求空间 那么如果你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知道这是连续分布 你等等要取DQ 要取DQ 那么你取DQ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你如果取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求这一点的电位 那很难求 如果我们找一个位置 比较容易确定它的位置 那么对这个电荷的分布 也比较容易求的 我们选一点 那种的点 那就比较容易求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三的轴这里 我们选D轴 我们说这一点 P点就在Z轴上面 它的坐标呢 坐标是零 零 Z 这个是迪卡的坐标 你如果按照这个 球坐标也是一样 球坐标的 不是球坐标 就说我们用迪卡的坐标 来确定它的位置 你要求这一点的 电位的话 那我们要带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选 我们选 选取 选取 这个一点 P 好 球机电位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因为电荷是有限分布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选择 我选这一点 选这一点 选这个 小灭积 这个灭积 它是什么地方呢 球坐标角 这个是θ 那这个角呢 是dc 然后 这个头影下来 这个是块角 块角 取一个面积 dA 我们现在来取 dQ 等于sigma 乘dA sigma dA是什么东西呢 dA的值是什么呢 就按这个球坐标来讲 好 这个 因为是在球面上 所以这个半径是一个常数 R 这一条 这个是R dc 这一点呢 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 这是直角 那么 这个是R Sine Theta 因此 这个是R Sine Theta D5 就是D5 所以它是等于 R Dth 就是R Sine Theta D5 所以它是等于Sigma R R平方 Sine Theta D Theta D Theta DQ DQ是等于这个 OK 好 那现在 Seta 跟Theta 是变数 那这个R 是不是变数呢 R是什么东西呢 R是从这里 我这边读一句话的论文 我这边读一句话的论文 这个 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边是Z 这边是Z OK 那这个呢 这边的常数是R Sine Theta R 它是等于 根号 R平方 R平方 加上 Z平方 我们先写Z平方好了 Z平方 加上R平方 减掉 Z 隔 R Cosine Theta Christine 来文hos 说 2倍的R Z Cosine Theta 于是 這個帶進去 帶進去它這個氣氛是兩重氣氛 兩重氣氛 所以 V 它就等於四排 一分之中 zero Sigma R 平方都提出來 裡頭這個 Phi 積分 我們先積分 Phi當讀寫 看零到二排 其他的呢 就寫到這裡來 根號 Z 平方 加 R 平方 兩倍的 R Z cos Theta 上面呢 因為 R 平方已經提出去了 就是 sin Theta D Theta 按照 Theta 積分 Theta 是從零到排 零到排 這樣子的積分 那現在這個積分就是二排 二排跟這個四排約到變成二 Y0 Sigma R Square 那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呢 它是等於 R Z 分之一 根號 Z 平方加 R 平方 是從 Seta 從零到排 是從 Seta 從零到排 我確認一下看看 我確認一下看看 對不對 ok 現在我們就把上線跟下線帶進去 好 這個呢 這個約掉的時候 然後 它就變成兩倍的 Y0 Sigma R 裡頭 Pi帶進來 cos Theta 是負一 所以它是等於 更好 Z 平方 加 R 平方 加上兩倍的 R Z 減掉零帶進來 它是 Z 平方 加 R 平方 減掉兩倍的 R Z 好 那這個 裡頭就變成更好 第一個括弧是 Z 加 R 平方 第二個根號裡頭 第二個根號裡頭呢 你寫 Z 加 R 的平方也可以 R 加 Z 的平方也可以 但是這樣子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P點呢 分成在球殼內 也就是說 若 Z 大於 R Z 大於 R Z 大於 R 它就在球殼外 Z 大於 R 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這個 大於這個 大於這個 好 那麼 我們就把這個開平方出來啊 所以這個 V 呢 就等於 Sigma R 兩倍的 Y0 裡頭這個就是 R 加 Z 減掉 Z 減二 多於 R 呢 好 這個 這個就變成2倍的 R 好 2倍的 R 所以就變成 R 平方 over y0 這個是 z 大於 r 的時候 如果 z 小於 r 我們是把這個顛倒一下 v 它就等於 sigma r over to y0 這個隨前隨後都沒有關係 後面這個我們就把它寫成 r 減 z 所以它這個就變成 z r sigma z r z over y0 這個是 z 小於 r 我看看 z 等於 r 的話 可以 這個是做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確認看看對不對 好像是對的 什麼地方少一個 z 算 什麼地方少一個 z 算 什麼地方少一個 z 算 這個地方少一個 z 算 最好少一個 r z 最好少一個 r z r 有了 少一個 z ok 少一個 z 少一個 z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有 z 這個地方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做這一類的題目 你要求哪一點的點位 這一點你取得好跟取得不好 影響你做題目的簡單跟難 你取到這裡就很好做 你隨便取就不好做 好現在我們看 假如這個電荷是整個球體都有電荷的話 那這個就很難做了 好你不經常能積分得出來 好 就是說你可以把式子寫出來 那你要求哪一點呢 你隨便取很難做 好 你連列式子都很難 好 那你取得好 比如說我們還是取在這裡 這裡有一種對稱性 好 還是取在這裡 好 這一點 是P點 對於底卡座標來講 對底卡座標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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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座標是這樣子的 好 那你現在就要在這個裡頭 裡底落外都有 剛剛這個是在球面上 剛剛這個是在球面上 現在不一定在球面上 現在不一定在球面上 現在我在裡頭取一個 現在我在裡頭取一個 θ 這是θ 這個是θ 這個是r 這個是r 我這個r 來一個真調 我們畫大一點 r 然後這個是 切線方向的 切線方向的 這個是dθ 然後這個是y的方向 5的方向 OK 現在我們可以畫一個立體的 畫一個 就是這個是dr 這個是dr 這個是dr dθ 這個是dθ r 我們不要以為它會去r r sinθ dθ 好 我們現在可以畫一個 這個圖很難畫 這個圖很難畫 我照這個畫一下 這個圖 這個圖 有一個六面底 六面底 OK 好 這個是dθ dθ 我們現在呢 就apply 我們先把式子寫出來 我們說v呢 等於這個 4π ε dq 我們寫小r 我們寫小r 因為這裡已經用了這個r 我們用這個r 我們用這個r 好 我們現在取 dq 這個r 這裡面這個chart density 是r 乘上dθ 好 那麼dθ呢 它是 有一邊是dr 一邊是r dθ 有一邊是r sinθ dθ 這個就變成r r r平方 dr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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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也是一樣 你這個r就是從這個地方 到這裡的距離 我用別的顏色 這個就是r 這個就是r 從這裡到這裡是r r ok 然後這一邊呢 這一邊是r 這一邊是r sinθ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 這一邊跟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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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個r我們也可以把它畫成 z平方 加上r平方 寫掉兩邊的z r 就是θ cosθ 現在我們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我們就得v要等於4π 1 1 r r 可以提出來 r 不能提 不相當它那個大r 是個長度數 現在不可以 好 我們提分 第一番 它沒有 其他沒有跟φ 有關的 所以它可以提出來 單獨的提分 然後呢 θ跟r 你分不開了 上一題 因為這個r是大r 我們可以把這個提出來 現在不行了 現在呢 它就是兩重積分在這裡 這個就變成 z平方 加r平方 選掉兩倍的zr cosθ 裡頭是 sinθ dθ 再乘r平方 r平方 dr r是從 0 到R θ 從0 到R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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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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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 電腦 在其外面呢 4π 2平方 現在是用r 不是用q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q 你再把q畫一下 我們先寫q 再把它畫成r 4π ε0 RQ R R 這個是r 大於等於大R 這個是r小於等於大R 我們說這個q等於什麼呢 q可以等於r 乘上3分之4π 就是r3分之8 你就用q做 做最後再把這個帶進去就好 所以這個 帶入第一式 所以v呢 它從r 我們比如說 我現在要求里頭一點 求求內的一點 如果在求內的話 在求內 在求內 我們從這裡開始 4π ε0 r3 這個寫錯了 這是小R q 這個就變成r dr e0dl 或者e0ds 就等於dr r r r0ds 等於dr 這個時候 這個是裏頭 裏頭的詞呢 它是從0到r 然後再加上外面的 4π y0分之q 然後這個是r 平方分之dr 它就是從 從求內 到無窮遠 到無窮遠 那麼 我們把這個做一下 這是2 2r平方 所以就變成 8p ε0r q Q乘3Q,里头是2平方,剪较小2平方 这一个呢,因为它继分以后,变成负二变之一 无限大带进去,变成零了 所以它就变成加的四排Y0R分子Q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一下 这个我们把分子分母都乘一个2R平方 比如说我这里乘一个2R平方 那这个就可以变成8倍的π 三次方,对不对? 我把这两个合并,合并以后 它就变成8πY0R三次方分子Q 那这有三个R平方 剪较一个R平方 这个是R小于等于R 这跟我们上一次求出来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看外面 若p点 再 球外 所以 V呢 它要等于 四排 A0分子Q 它是 外面是这个 R平方在分母 所以它就变成R平方分子DR 在外面 就是从R到无穷远 好,那这个就变成 四排 Y0 R分子Q R分子Q R大于大 这也跟我们上一次说出来的一样 好 就说 像这个 这个式子跟这个 只能用在电荷式分布在有限区域 如果我们上一次那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上面有电荷分布的话 那这个都不能用 都不能做 你做就会出问题 OK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求V A-V B 然后设定一个等于0 那这样做这个题目跟 用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 都是假设在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但是你电位如果是分布成无限空间的话呢 无限远的地方不可以设为0 你无限远的地方设电位等于0 那么有限远的地方的电位呢 全部变成无限大方 全部都求不出来了 这个 我们以上讲的是 求电位的方法 求电位 当然我们还有这个 Laplace equation 那个是属于这个特殊的技巧 如果等一等呢 我们会 我们会 举几个题目 先看简单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比较复杂的Laplace equation的问题 那个属于边界值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能量 能量 我们上次讲过电位 电位它是等于 就是 单位电荷的电门 单位电荷 你从无限远的地方 把这个 一个孤轮的电荷 推到空间的某一点 你做的工 就是 能 就是电门 我们上次讲过 我们上次讲过 如果是有 如果是有 一个点电荷在这里 那么 你把一个 Q-Q 从无限远的地方 推到这里 或者是 电厂 把它从这个地方 推到无限远 它的功呢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时候 它的work 就是 它的能量 是等于 4π Y0 R 分至 2π 是等于这个东西 三次我们 推倒出来了 这就是说 当两个点电荷 相聚 就是说 它们都在无限远 我们把它 推推推 推到 它们相聚 R远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工 这个工 就等于 这个系统的电能 好 那现在我们 这是两个 两个电荷的电能了 那如果 我们有一群点电荷 怎么办 这个电荷的电能怎么办